仁爱乡三酸产业 透过原民会福祉产业聚落推动计划 在新生村成立了杨梅市饭区 以及设置了梅造食品加工厂 希望让当地农产从生产到加工能自给自足 让楼民可以有更好的获利空间 那在我们福祉产业聚落计划里面 我们补助了2500万 第一个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 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未来可以自产自销的一个场域 第二个我们希望透过部落 自己形成一个经营的一个团队 福祉产业聚落的则新的概念 就是创造在地就业 维持在地的一个就业人数 一般农产销售方式 大多是透过盘商来收购 价格操控在盘商手上 农民的获利有限 仁爱乡三酸产业 现在不仅有了农业示范区 也有自己的食品加工厂 当地农民也期待食品加工厂使用后 可以增加农产销售的附加价值 以前没有这样过 以前我们的产品 都是由那些厂商这样子来 我们这个三酸来了以后 我们是希望他们能把这个带动起来 初次采的一些美制品 如果你没有经过特殊的再制加工的话 它的产品的价值不会那么高 如果我们经过再制加工的话 它会变这个梅子汁或是梅子汤 所以本来是20块的 可以提升到50块60块 南投县原民局表示 107年起 仁爱乡互助新生两村 就透过福祉产业聚落推动计划 针对梅子 柠檬以及扬梅等三种农作 进行农业技术及销售辅导 期望传统产业升级提升经济效益外 也能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人口回流 原事新闻诺 南投仁爱 超本报导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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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的